没有变到会继续向下沉滞了 我想晚6点最低消费 你说会否再去到去年10月的位置 机会很大 但问题是今年Q4还是明年Q1 因为宏观格局完全是不利中港股市 而资金流出的情况暂时未有终止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好消息 中英汇金持续入市 但我们上次说过 中英汇金其实不是很多钱 手头上没什么子弹 而这个可能大家也憧憬为你发100亿的国债 会否可以帮到经济呢 其实这方面大家现在就有点担心 你究竟是否足够市场的购买力去认够这万亿的资金 其实我想大家都需要去考虑的情况 有些市场的分析在猜中 内地的降准的机会都大 因为你都要舒缓一些流动性 但记住现在始终市场的信心都是比较疲弱 还有降准意味什么呢 意味银行可以用的资金是多了 但是他们放在中央系统的钱就会少了 为什么它放在中央系统呢 因为降准是什么呢 准是什么呢 就是存款准美金率 其实就是担心银行收了存款之后 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应付一些提款的需求 好了 信心脆弱的时候 提款的需求理论上会多了 但是如果你同时要降准的话 其实这个影响了银行体系的安全性 这方面我想大家都要留意着市场会如何解读 总之现在市场的信心是非常弱的 对经济 对金融系统 对地缘政局 总之临临总总 你拿着钱就怎么都不敢放在中港股市 所以这就令到整体大市都持续沉底 格局未改变